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那今天呢又是繼續來介紹我們家的淘寶的東西 那今天要介紹的東西我覺得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東西 是在我們家廁所的牙刷消毒器 認真來說我之前也有介紹過不少的那種牙刷消毒器是淘寶的 那我先講一下之前買的狀況也會有兩種 一種牙刷消毒器呢 它是你每次使用完之後你要自己去按一下 然後它就會自動啟動 第二種呢是 當你打開牙刷頭或牙刷的那個蓋子的時候 關起來的那一瞬間它就會開始啟動 那這兩種呢都有一個小問題呢 一個是自己要按的那一種 你通常會忘記按 久了之後你會忘記要消毒 那第二種呢 雖然開蓋了之後關起來它就會自動消毒 但是又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在牙刷上面的細菌 它其實是當你一不消毒之後呢 每隔幾個小時它就會開始慢慢又一直增生 假設一天只刷兩次嘛 那這個12小時內其實你那個細菌應該又會開始增生到 下一次拿起牙刷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 可能我覺得就失去了牙刷消毒器的這個意義存在了 所以我後來在經過很多思考之後呢 我終於挑到一個我覺得算滿滿意的一個牙刷消毒器 這個消毒器它叫做CPKA的消毒器 它講說它的紫外燈管是使用那個菲利伯的燈管 那不論它用哪一家都沒關係 反正重點是紫外線消毒有效就好 那我講一下這個呢 我覺得它有什麼特別之處 操作的部分沒有什麼好講的 它基本上可以設定好時間之後 你可以手動消毒也可以讓它自動消毒 我會選擇它就是看中它的自動消毒 那它自動消毒的方式 它會在一天有八個時間 分別是早上的五點 早上的七點 早上九點跟早上十一點 這四次都會消毒六十秒 那在晚上的時間呢 它會在下午五點開始一次 晚上七點晚上九點晚上十一點 就在這幾個時間點會去做消毒 基本上不會有細菌可以繼續增生的機會 當它已經開始增生的時候 它又開始進行消毒 而且這些消毒時間呢 大致上它就是落在你的起床時間上下 或者是你的早餐跟晚餐的時間上下 你比較有可能會去刷牙的時間 所以你每次拿起牙刷的時候 都是已經將細菌徹底的消毒完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機制 對我來講會比起你開蓋關蓋 或是讓它自動偵測之類的 因為像有些是 當你進入之後 它會偵測到有人嘛 那當你偵測到人離開的時候 它會開始進行消毒 也有這種 以長時間來講都不是一個好事情 因為如果你經過一個晚上的睡覺 或是一個大白天 你都沒有去做任何操作的時候 細菌就是會累積跟震生 那它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呢 它每次消毒的時候 如果你剛好人走進來 那大家一定會在意 那它的話 它有一個偵測器 所以你每次進來的時候 它會偵測到人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關掉紫外線 比如說它消毒是60秒的話 剩下40秒的時候 它就會暫停 然後當你人離開之後 這個40秒 它會繼續把它跑完 所以它的各種機制 我覺得都還不錯 這個時間呢 平常呢 它是會暗掉的 當你人走進來的時候 有感應到 它時間也會亮起 就你可以隨時看到時間 那這個的話 它是充電式的 那也可以直接插電使用 像我是旁邊USB 直接就插著使用 我覺得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價格的話 是248人民幣起 那如果你有時候 比較優惠的話 是會在 不到200的價格 我就可以買到 像我那時候買到 180幾塊人民幣而已 然後它有各種套餐 你可以去選擇 基本上就是一個消毒器之外 你可以去選擇 其他的配置 像我有選擇了這個 磁吸的杯架 它就可以直接這樣 倒扣 然後吸在旁邊 那這樣好處就是 你杯子也不會有 那水質的殘留 用完就是往下倒扣就好 然後收納 像我這樣旁邊有一個空隙 你就可以 強化你自己家裡的收納空間 所以這個是 我目前用下來 五六款的 牙刷消毒器裡面 我覺得目前最好用的一款 唯一一點點點點 如果你要認真講缺點的話呢 如果我覺得它這個 牙刷收納的地方 如果是可以設計成開蓋的話 那會更好一點 因為它設計成這樣 如果你平常要清洗的話 要從下面拆會比較不好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是唯一一點點的小缺點 那大致上呢其他部分 應該是我目前看過 牙刷消毒器裡面 最好用的一款 那這個也是淘寶的 因為它有含離電池 所以記得如果你要購買的話 一定要走私人集運 不要走官方集運 不然會不會推薦 那要是你對於淘寶的購買 有任何問題 或是你對這款 牙刷消毒器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一樣在底下留言 那我不是派電亞大哥 下次再見囉 掰掰